而发生了这样的丑闻 各个单位的主管都纷纷说感到痛心 但是民间团体司改会认为 只是痛心没有用 他们点名高等法院的院长 甚至司法院长赖英照 都应该要下台负责 司法风际乌云照顶 何志辉的弊案牵扯出三名高院法官 及一名检察官被收押禁件 但涉贪的司法官却恐怕不止这些 司改会呼吁司法院应该要大刀阔斧改革 否则司法院长就该之所进退 被点名该下台的司法院长赖英照 仅透过声明稿表示痛心 并要求院内两个月限期改革 另外被司改会点名下台的 还有高院院长黄水通 原本一度传出黄水通 已经提出辞呈 但司法院否认 法官公然收受汇款 且涉案的陈荣和法官 还是高院的自律委员会委员 司改会认为 司法部门的自律机制已经破产 需要靠外界监督来进行评鉴 而研议长达23年 有关法官退场机制的法官法草案 司法院表示已经送出 目前还在考试院研究 有关权序部分条文 尚未送进立法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